哈喽大家好,我是克赛 今天接着说马思纯和白克主演的悬疑剧《江照黎明》 本期节目是第十九和第二十集 之前陈木将小南带回警局,调查苏瑞被杀案 小南坦白,苏瑞多次想要杀鸡骗保的事实 而苏瑞最后一次谋杀小南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下面进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一探究竟 小南和苏瑞约好接电时间后,独自开车提前去了码头 并将行车记录仪对准江边 准备录下苏瑞将自己推下江的过程作为证据 苏瑞赶到后,在祭奠解节时,小南特意站在江边 那种猜到老公会杀了自己,但不确定能否逃脱的心情 此刻正侵蚀着小南 暴雨来临,但苏瑞并没有动手 小南开始引导苏瑞,讲起了和苏瑞一路走来的故事 但苏瑞并不明白小南想要表达什么 下定决心后,小南转身大胆地告诉苏瑞 他多次谋杀自己的事情早就知道了 既然面前这个女人已经发现了自己的阴谋 苏瑞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他走上去抱住小南 苏瑞嘴上说着不能没有小南 但却毫不犹豫地将他一把地推进江里 而正如小南猜测的一样 苏瑞站在码头,静静地看着小南在江里扑腾着 确定他依旧怕水并不会游泳 确定杀期骗饱的计划已经成功 这才离开了江边,准备返回嘉林宾馆 伪造不在场证明 苏瑞离开后,小南潜水到附近死里逃生 但却发现行车记录仪不见了 而这也证明了之前寄给警方的视频确实是小南拍的 所以小南看到视频才会问陈牧 警方是怎么找到这份视频 但行车记录仪或许是被附近的王成 也或许是梁鹤宇的手下拿走 视频丢了以后 小南没有报警,怕扰乱警方的侦查方向 自己反而变成警方的怀疑 陈牧向小南保证一定会查清楚这份视频究竟是谁拿走 然后又寄给了警方 经过一系列的线索,陈牧大概推测出苏瑞被杀的作案过程 苏瑞死于7月4日10点左右 假设于虹离开宾馆的口供鼠时 凶手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杀人抛尸 现在的问题是 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小南到底在哪里 手下给出了结论 但警方此刻没有调查到的是 如果小南自己开车离开江边 李姆借了车又在哪里接到小南呢 陈牧和手下在小南家附近走访调查 7月4日当天晚上有没有邻居发现异常 并有了新的线索 一个邻居回忆当晚自己看到的情形 这个结论让陈牧很诧异 为什么是小南和妈妈一起回来的 通过邻居当晚收看的电视节目推测 李姆二人回家的时间是当晚的10点50左右 这又一次证明小南有足够的作案时间 而且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提到过自己是和妈妈一起回家的 陈牧审问李姆时 知道他早已经准备来警局自首 但两个人的信息不对等 李姆要自首的事件并不是伙同小南杀害苏瑞 李姆回忆7月4日当晚下暴雨 担心在江边祭奠姐姐的小南 便借了老麦的车前往江边 发现小南一个人湿漉漉的在江边喘着粗气 苏瑞并不在附近 而小南并没有告诉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个人分别开着车回家 走路时雨伞掉在地上也没有去捡 之后便是邻居描述 看到他们慌张回家的场景 发生这件事后 小南像失了魂一样什么也没有说 直到第二天警方调查 李姆心里才咯噔一下 突然预感到前晚苏瑞被杀 或许和自己的女儿有关 还在警车上不禁问了小南一句 苏瑞怎么了 但小南自始至终什么也没说 李姆却越来越怕 他很确定地告诉警方 苏瑞的死和他们母女俩没有关系 那你刚才说该是你的跑不了 这是什么意思 李姆来警局自首的原因是绑架于红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警方其实并不知道 陈姆拿出于红发现的凶针 推测这就是李姆绑架于红的原因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事情 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而造成这个结果 只是因为母女俩彼此有太多秘密 李姆之前绑架于红并没有告诉小南 直到小南来到面馆后 见到了自己的绑匪妈妈 但于红手上到底有什么证据 小南此时并不知道 于红也直接开门见山地问小南 苏瑞被杀当晚有没有去过嘉陵宾馆 小南看上去根本不知道什么宾馆 她也向于红透露了当晚的事情 原本淹死的应该是自己 于红自然发现自己又一次的被苏瑞利用 而李姆这时才知道女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一次次的被自己丈夫谋害 却一个字也没有提过 她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之前经历过被苏瑞威胁的小南 告诉妈妈这背后的原因 一旁的于红也突然发现 宋虎是被小南引到江边拖延苏瑞 苏瑞原本的计划是和于红见面后 先用安眠药让她入睡 然后去江边下手再回到宾馆 制造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但苏瑞万万没有想到 宋虎会突然出现在江边 这打乱了她的计划 而于红也已经醒了 知道这一切的真相后 三个人商量让于红去警局交代凶针线索 因为小南知道 这个凶针并不能作为证据 也终于发现 事情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复杂 但于红在警局并没有提过 黎母绑架她的事情 黎母内心愧疚 坦白了自己做过的事 尽管她是为了保护女儿 但这种做法 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再次说明信任和沟通是多么重要 陈木再次审问于红 告诉她离母承认绑架的事实 这让于红哭笑不得 她帮这个为女儿担心的母亲隐瞒了真相 结果离母自己却把一切说了出来 但陈木也让于红明白 其实她的母亲也一直在担心着自己的女儿 于红拨通了妈妈的电话 告诉她自己和同学在外面旅游让她放心 但其实于红的妈妈早就通过警方 知道自己女儿涉嫌一起谋杀案 用善意的谎言瞒了过去 凶针事件已经水落石出 虽然这是一个重要线索 但因为于红拿着这枚凶针时间太长 上面全是她的指纹 已经不能作为证物 陈木再次审问小南 并将凶针拿给她看 面对这个纠结了好多级的凶针 小南暂时没有坦白着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而是告诉警方 李木南的死和梁鹤鱼有关 王城手中有一份车祸现场视频可以证明 而这件事也和凶针有很大关系 因为这个凶针其实有两个 小南和姐姐各有一枚 小南曾经不小心将凶针弄坏了 还将背后的别针焊了回去 而眼前的这枚震物并没有焊点 李木南去世后 他的遗物全部由梁鹤宇保管 他还时常戴上凶针 以此缅怀亡妻 如果于红没有说谎 这枚凶针真的是他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那只有可能是梁鹤宇的 眼前这枚凶针有可能是梁鹤宇派小偷 从小南家中找到并调包 但就像小南所说 除了自己谁也不知道凶针有焊点 梁鹤宇或许并没有发现 却在这枚带有焊点的凶针上 留下了自己的指纹 与此同时王城约见了梁鹤宇进行第三次专访 他和朋友一起来到梁鹤宇公司楼下 告诉他 如果半小时后自己没下楼 就立刻报警 看来这次王城是想借采访的事情和梁鹤宇摊牌 王城见到梁鹤宇后 让他将手下支开 直接拿出了U盘告诉他 两年前的7月4号晚上 关山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还记得 但梁鹤宇微微一笑 一点也不慌张 拿出王城的资料 再次用他的家人进行威胁 看到梁鹤宇面对铁证不以为然 王城决定将视频发到网上曝光 但就算听到王城的这个计划 却依旧没有丝毫撼动梁鹤宇 发吧 这里的视频我早看过了 而且你觉得 以我的能力 你的这个视频在网上 能存在多久 无奈之下 王城改变了策略 将梁鹤宇和之前曝光视频的车主失踪 苏睿被杀关联在一起 虽然梁鹤宇试探着询问 这些事根本没有证据 但王城很确定地告诉梁鹤宇 没有证据 今天我就不会来着 梁鹤宇表现得依旧很冷静 但离开办公室时 王城发现他大发雷霆 这条毒蛇似乎准备出动了 他知道梁鹤宇不会去自首 那么现在唯一突破口 便是抓到梁鹤宇雇佣小偷的证据 他已经在家里布置了很多摄像头 等待这条鱼上钩 正如王城所料 梁鹤宇确实给杀手下达了命令 让他动手 当杀手出现在王城家楼道时 这一切都被等在楼下停车场的 王城和朋友发现 虽然他们看不清杀手拿着什么 但很确定的是梁鹤宇已经动了杀心 王城决定不去和杀手正面冲突 等待收集证据后交给警察处理 但让王城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家门口又出现了一个人 李小南 陈牧师完全相信李小南所说 没有去查证证词 而是直接将他放了 而警方释放小南的速度之快 却打乱了王城所有的计划 他让朋友报警 然后着急地离开了停车场 此时小南已经进入了房子 杀手则藏了起来 而王城却还在电梯中 杀手拿出刀 准备干掉小南时 被及时赶到的王城打断 王城知道杀手就在房子里 但并不知道他躲在哪里 而王城突然做出的决定 并不是拉着小南离开房子 而是又一次选择了隐瞒真相 告诉小南所有的一切 都是自己的计划 都是骗局 听到这些话后 小南直接离开了王城家 而毫无警觉的王城 遭到了杀手的突然袭击 还被交上了杀手准备好的汽油 王城起身和杀手搏斗 火已经烧了起来 杀手再次搞定王城后 繁锁了装着密码锁的门 此时王城家伙势越来越大 而小南已经离开来到楼下 还在思考着为什么自己又一次被骗 王城应该会被看到监控的朋友救下来 但他为什么不拉着小南一起逃出房间 像杀手一样把门反锁了呢 上一期还在说 如果这部剧最大的凶手是蜥蜴 结果这集蜥蜴就被反杀了 之前已经推断出姐夫就是凶手 到了二世纪为止 可以确定这一点 但克赛认为 这部剧的分类更适合归于剧情片 不论是逻辑自制剪辑节奏 还是第八集后剧情片 像亲情爱情像的超慢节奏 都不是悬疑片的特性 整部剧主要是披露家暴和杀妻事件 而现实中也有很多类似的真实案件 挂剧情片更好一点 就像小南的海报里所说 这是一段我路过黑暗的故事 希望今晚放出来的两集可以精彩一点 再次感谢小伙伴们的关注和点赞支持 我们明天见